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经》其中的一段核心的经文 关于《阿弥陀经》三年前曾在建征佛教学院 有完整地讲过120个课时 《阿弥陀经》并不长 才1600多字 怎么能讲这么长呢 原因是想到《阿弥陀经》大家比较熟悉 讲一次经的机会也不容易 所以当时是借着讲《阿弥陀经》的机缘 就把有关经土三部经 甚至《善诺大师》五部九卷 《善诺大师》的《往生论著》 还有天清菩萨的《往生论》呢 这有关的思想都综合性地在《阿弥陀经》归宗节 这一八二世纪当中都有讲述 也就是说有关经土宗的 宗义上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都有涉及到 所以比较广泛 那么这么广泛 刚刚最近也在《金钟18》的微信平台上也发布 就是高清版的 再字幕版的 就是编辑好了 但是这样大的内容呢 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体量有点大 心力有点够不着 也不一定有必要 那么对于我们的法师 对于专修专宏这个法门 那么听完《阿弥陀经》归宗节 倒是对本宗的 基本的宗学 宗义的问题都有解答 所以还是值得好好看 那么接下来是在十一年前 曾在厦门有讲过《阿弥陀经》的核心经文 后来也出了一本小书 叫做《阿弥陀经核心讲记》 那我这次所讲的和厦门所说的内容是差不多 不过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过了十一年了 那么这十一年呢 小和尚变为中和尚 中和尚变为老和尚了 所以心境也有所变化 但是好在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主旨是一样的 就表达的方式上面 或许有不同 《阿弥陀经核心讲记》 我这两天又报答翻了一下 讲的比较理语化 也比较好懂 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次我们学习呢 我手上的书呢 是《圣教级》 我用这个来和大家共同学习 《圣教级》到三十页开始 一直到三十二页 也就是《念佛往生》这一段 我把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段经文呢 我先念一遍 总共不长 才一百三四十个字 就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说 舍利福 众生闻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所以者和 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舍利福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 舍利福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直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七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于诸甚重 现在七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就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大约分为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共同学习 第一就是分科 分科是比较专业的书语 现在说呢 就是分段落 不过分段落呢 只是把它分段落 分科呢 是说 分成段落之后 把它每一段落的要点 和每一个段落之间的层级关系 它的义理关系 要把它列清楚 这叫分科 第二呢 就是试文意 就对于这一段经文 它的文句的意义啊 先通理一遍 第三部分呢 是辩疑难 就这段经文当中呢 它有疑点和难关的地方 详细地分辨 是三大部分 当然第三部分呢 是重点要讲的 我们先看分科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跟我上次 十一年前所说的 《阿弥陀经核心》啊 我把前面呢 设立服务 众生文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所有者和 得于如是诸上善人 据回忆处 这一段呢 我给它加进去了 那为什么加进去呢 显得更加完整 就整个这一段啊 就是念佛往生断 这一段里边要分科的话 大分两科 第一科 也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 这就是目标 接下来呢 从舍利服务不可以少善 跟负责因缘 一直到最后 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这第二大段呢 就是方法 所以总分两段 这一段核心的经文呢 又分为 又分为两科 就是目标与方法 目标与方法呢 是每一部经 都有的 我们办任何事呢 都要有目标 有方法 你比如说 最简短的心经 心经一开始就说 观自在菩萨 行 生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么这个呢 就讲了 目标与方法 方法就是 行生般若波罗密多 照见五云皆空 就是 生智会照见 五云皆空 这是方法 那目标呢 是度一切苦恶 它是有目标与方法 那我们这一把 阿弥陀佛经之所以 这一段经文 称为核心的经文 它的重要性 就体现在呢 核心 那么核心就是 像一个水果 一个果实 它的核 核就是生命力 所聚集的地方 那么这一段经文 前面经文 或者后面经文 虽然多 文字多 这一段经文 还不到全部经文的 十分之一 那之所以称为核心呢 是因为它 整个经文的 浓缩的精华 它的生命力 像一个种子 它的芽就在这里 那么像一个果实 果肉虽然多 丰富又甜美 但是丢了地里呢 不会长树苗出来的 但是芽就不一样了 那核就不一样了 你就进去啊 它能长出树 它的结果 所以这一段 前面所讲的 都是为这个服务的 那这一段叫核心经文 那么第一段呢 叫做目标 目标什么呢 目标就是怨生彼国 那说得很清楚吗 众生文者应当发愿 怨生彼国 也就是阿弥陀经的 给我们确立的目标 是要怨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方法呢 简单说 就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就是后面这一段 那怎么去呢 就支持名号 所以简略讲 目标是怨生彼国 方法是支持名号 这是大分两段 那么如果再分呢 可以分为四段 那四段呢 就是目标当中又分为两段 舍利福众生文者 应当发愿怨生彼国 这是目标 接下来 所以者和 得欲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是利益 就是目标当中啊 有含两段 含有目标和利益 你到了极乐世界 到彼土以后 有什么好处呢 能够和这些善善人聚会一处 这底下我们会解释 那么在方法当中呢 又有两个 又有两段 方法和结果 如果看我们这里的文 方法就正因这一段 结果呢 就正果这一段 如果再细分呢 在这个方法这一段里边 又分为两个 排除错误的方法 和选择正确的方法 那么排除错误的方法 就是说 舍利福不可以少善根夫的姻缘 得胜彼国 这就是排除了 你不能往生的排除掉 那么选择正确的方法呢 就下面这一段 舍利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 若一日若二日 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 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这个就是正确的方法 那么结果呢 又分为两个结果 一个是临终的结果 一个是命终的结果 那么临终什么结果呢 就临命终时 七人临命终时 阿弥陀佛于诸圣众 现在其前 你通过这样的方法 得达到这个结果了 临终的时候 这是个结果 阿弥陀佛带领诸大圣众 显现了 那么这 接下来紧接着 有第二种的结果 就是 世人终时 两个时间段 临命终时 和到命终之时 命终之时怎么样呢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所以这一段呢 这整个这一大段呢 我们有了三种的分科方法 就是粗略的 中等的和细密的 粗略的分为两颗 目标与方法 目标 愿胜比国 方法 支持名号 中分呢 分为四段 目标 又分为两个 目标与利益 目标 愿胜比国 利益是上善一处 那么 方法呢 又分为两段 一个是方法 一个是 结果 那方法呢 细分有两段 排除错误的方法 选择正确的方法 结果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 临命终时 佛神来因 一个是 命终之时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大家把这段文 这样讲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就行 这是分段 那么这段分段呢 对我们的人生 具有重大的 知道意义 怎么对人生 又知道意义了 佛法嘛 当然就知道人生的 这里边啊 我们刚才是 这么分的 是佛教的用语 如果我们现在用语呢 第一段 就只是我们 人生的目的 众生文者 应当发愿 愿胜比国 这个人在世间 如果没有人生目的 或者人生目的 不正确 那么这个人活着 就像开车 上了路 我哪开 不知道 反正就在天上跑 开车 这没有目的不行 所以首先人生要目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人生的价值 这个是人生唯一的目的 如果我们讲 这人生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愿胜比国 那么人生根本的价值 最高的价值 圆满的价值 就是呢 到了净土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第二就是人生的价值 第三呢是 第三点讲的是 人生的 生活常态 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什么 就是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四五六七日 八九十 一年 二年七年 这一辈子干什么呢 知识名号 这是我们人生的 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念佛 生活化 生活念佛化 我们的人生 就是过念佛的人生 所以若一日和若七日 不代表七天 也不只是打佛七 是一辈子就 直持名号 一心不乱 这是人生的生活方式 就是日常生活常态 那么最后 这是人生的圆满结局 所谓的善终 人生五福要善终 这就是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现前了 命中之时 夸枪往生了 这就达到人生的目的了 目的是怨神彼国 然后你就往生 阿弥陀佛净土 所以这一段 是对我们人生的指导 是非常圆满 那我曾经跟 一些在家居士 跟他们谈 他们对佛门有好感 但是还没有专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人生有四感 哪四感呢 一个是方向感 一个是安全感 一个是舒适感 一个是满足感 这四感那是不可少 这是人生幸福的四大要素 人人首先有方向感 你人活着没有方向 那会得意欲症 或者方向不正确 那将来就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方向感是第一的 第二就是安全感 这像我们开车一样 就像刚才打的比喻开车 你开车 你首先要有目的地 你要有方向往哪开 那么接下来 你在这往这个路上去 你有方向才谈 安全不安全 如果没有方向 就不谈安全不安全的 好了 有了方向感 第二就要有安全感 你说这个车 往那开着呢 如果不安全 那方向再正确不安全 那不是白搭吗 所以第二就是 人生要有安全感 第三呢 就像开车 你要开车 有正确的方向 目的地 一路安全 那么接下来就要求什么 叫舒服 对吧 车坐得不舒服 也不行 所以第三点是舒适感 最后呢 到达了你的目的地 这就是了满足感 人生这四感 如果你都有了 人生就是圆满幸福的 那我们一般的人呢 只追求第三个 叫舒适感 比如说 房子住得好啊 车开得好啊 这个家庭生活美满啊 受人尊重啊 这个舒适感 在这四感里边 是最 最弱的一个感 就是说你首先 它方向感没有 哎 不管什么 就是搞得舒服 这个人 说首先是方向感 起司是安全感 你说你这样的舒适感 舒服着呢 它不安全 那你有好用吗 要么说坐飞机 你说这个车 开得舒服着呢 挺好 打马的 下面悬崖 你说开得挺好 不安全的话 这个舒服都没有意义 像坐飞机一样 那说空中小姐 服务好得很啊 南天搬云 景色很好 但是这个飞机 没有降楼场 没有目的地 这能够舒适吗 所以这一般人 所追求人生的幸福 那谈不上幸福的 所以那么这一段 也是人生四感都有了 终身文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方向感 不可以少善根夫的意愿 得生彼国 这就是安全感 把这个错误都排除了 这是安全 文说阿弥陀佛知识名号 这舒适感 一行道很容易 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很舒服 如果让你餐餐打坐啊 持戒啊 修尘啊 修密啊 出家呀 坐山洞里边啊 六度万恨苦行苦修啊 那就是不舒适 最后呢 阿弥陀佛现前接引 心不电导 即得往生 满足感 人生幸福不幸福啊 这人生 如果按照阿弥陀经的指导 你的人生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幸福 这是幸福人生 指导手册 就这么一段 我们分科就到这里 下面呢 就是解释文艺 首先舍利福 舍利福呢 又翻译叫舍利子 不过在阿弥陀经里面 翻译叫舍利福 在心经当中的舍利子 舍利子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这是两位啊 是一位 舍利福是 释迦牟尼佛坐下的 上手大弟子 智慧第一 本经 阿弥陀经呢 我们说了 文字不长 才1600多字 其中呢 喊舍利福 出现舍利福名字的 就出现了36次 他的数字都这么几样 三乘36 108 这也很吉祥 108 就是他的名字 就占了108个字 说这用得着吗 确实用得着 这就是呢 代表释迦牟尼佛 殷切的悲心 整个阿弥陀经 才这么1000多个字 如果读得快的 不到10分钟就读完了 就就喊 喊舍利福 就喊了36次 哎呀 这个是一遍一遍地喊 很殷切 我们呢 昨天就听了 有一句话 有年有问说 师父 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听到 佛的声音 这个不要搞怪 不要错误的理解 不要求选奇怪 这里释迦牟尼佛 来喊舍利福 这就是佛的声音 这整个阿弥陀经 我刚才读了一遍 这不就是佛的声音吗 这个整个 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我们翻译 我读给你听 你以为说 这师父不是你的声音吗 我有那么大本事啊 所以舍利福 众生闻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所以者和得于如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些经文 这就是佛的声音 所以学佛法 不要求怪 不要说 哎呀 梦中啊 定中啊 耳朵里边啊 脑子里边啊 听到佛给你讲话 那绝对不是佛 要按照正规的途径 像这样的经典 比如四十八月 那不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吗 受我得佛 我释放众生 我知性性要 信乐 遇生我活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为处武力 给方正法 所以这些经文 这就是佛的声音 这就是弥陀的呼唤 上海大说啊 这个西岸文彼佛 换身 如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忽辱 众不畏 度于随火之难 我们来因殿前面 挂两个牌匾 正念之来 我能忽辱 这就是佛的呼唤身 但是呢 不是说奇奇怪怪的 是搞一个什么声音来给你 就是说教理 以佛法的教理来安心 我们听佛的声音 不是用耳朵来听 那听不着的 是心里边 你那佛的慈悲 他对我们的教诲 这个呢 就是佛的声音 还有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请问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是你的声音 还是我的声音 还是佛的声音啊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佛的声音 虽然是我们嘴巴念出来 是我们听到 他是佛在极乐世界 对我们的呼唤 阿弥陀佛的呼唤 越过十万亿活土 当我们口称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要知道 这不光是你的声音 这是佛的声音 佛在呼唤你 所以说啊 那个 不畏预言光普照 唯密念佛往生人 佛用他的呼唤声来 密就是寻密 寻找 寻找念佛往生人 来呼唤说 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啊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就是佛找到了我们 也是我们在回应佛 也是佛在呼唤我们 如果我们打电话 需要 我打电话 对方接 我两句一句的来 佛不需要这样 你当下念佛 当下佛就给我们 我们跟佛一体 当下感应道交 所以佛呼唤我们 我们答应他 都在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当中 所以要这样来听闻 这就是佛的呼唤声 不要去想别的 我们学法 一定要一句经文 一句善知识的引导 不要去求玄 求祈 求妙 求奇特 不是你的根基所做的 最后一定出麻烦 出故障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会从舍利福这三个字 引申出来 不要搞怪 佛对我们的呼唤 就是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接下来 众生文者 众生这两个字 这个众生 是指谁呢 就是我们 这里的众生 并不是指 菩萨 而是指凡夫 因为这部阿弥陀经 而呢 经文说呢 经文说 为五桌恶事众生 说此男性之法 视为甚难 对不对 阿弥陀经 后面不说得很清楚吗 所以这里的众生 就是指 五桌恶事的众生 也就是指 我们在座的 也就是指 如果以我们地球 岩福地来说呢 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并不是特指 上根立志 精进勇猛 三学六度 什么阿罗汉 菩萨级别 都不是 就是普通凡夫 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辨析这个呢 这个你才看出来 我也有份 如果这个众生 我们很多人会高推 这个境界 就是说 哎呀 这是指 因为这个众生 和下面善男子 善女人要挂钩的 这是善人 也未必是善人 五桌恶事凡夫 哪有善人呢 五桌恶 就是说 结卓 见卓 烦恼 众生卓 命卓 我们就不说别的 见卓 见卓就是 见解上的卓染 混乱 就是没有智慧 不能够 明辨是非 叫见卓 这简单说 就是所谓 邪见仇灵 那么当然 他是没有开悟的 不能开悟的 那么烦恼卓呢 就是指烦恼生厚 业障身重 罪业身重 所以这里的众生 就是指烦恼身重 业力身厚 所以罪恶身次凡夫 旷界以来 长末长流转 也就是我们 五桌恶 我们每一位 那这样你听起来 才亲切 我们读经 要了解这样的意义 不是说读过去算了 众生指别人 这是指我们 也是我们做得来的 听得懂的 如果以 无量寿经来说呢 就是讲的 十方众生 那十方众生就管了 不仅指此世界 也指他方国土 那么不仅是指凡夫 也包含圣者 菩萨 随着众生 包含范围很广 不过呢 如果以 无量书经 阿弥陀佛的本愿 十方众生 唯处五逆 试方正法 虽然是下智 逆绑众生 上涵 这个等觉菩萨 但总之呢 是以下等根基的众生 作为主要 救度的对象 所以他才说 围处五逆 非方正法 所以这里的众生 是指 可能造 五逆 棒法罪的众生 那么如果 以观金来讲呢 这里的众生 就指九品 所谓的九品众生 善大解 是为一切 善恶凡夫 总之 这指 平常凡夫 普罗大众 庸庸凡夫 俗子 大家都有份 也就是我们 每一位 我们自身 众生 闻者 你看佛不在 呼唤你了吗 你是众生吗 那佛就喊你了 众生 闻者 众生啊 你听到了 这个闻者 闻是听闻 众生 闻者 应当 发愿 愿生 彼国 那么这闻 是闻什么呢 闻是闻 前面的内容 前面不讲了 这么多经文吗 前面经文 我们没有学 主要是三方面 一个是闻 极乐国土 清净庄严功德 极乐世界这么好 前面经文讲 极乐国土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 极乐国土 七重南巡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皆是四宝 驻扎围绕 事故名为极乐 等等 反正是很多 这是第一个 文的内容 说极乐世界这么好 清净庄严 涅槃国土 你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那么第二个内容 就是文 阿弥陀佛主佛 观寿无量 名号度生 说阿弥陀佛 是无量光明的佛 无量寿命的佛 他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 就成为他的名号 所以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故名阿弥陀 比佛寿命 即其人名 无量无边 阿僧其节 故名阿弥陀 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当中 包含了 无量光明和无量寿命的功德 也就是 不光是这两个无量 光明 无量 指空间 寿命无量 指时间 那么 这二无量 那就突破时空 包含一切 就是整个法界 在之内 这一切呢 代表佛有 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无量神通 无量功德 无量慈悲 无量智慧 无量方便 无量 这一切都是无量 那么天门阿弥陀佛 有这样无量的功德 有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 等等这一切 而且把这一切的功德 浓缩在六字名号里边 救度众生 救度我们 往世西方极乐世界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当发愿 愿身彼国 所以这是众生文者 这是第二个文的内容 第三个文的内容 就是说 彼佛有无量无边 身分弟子 在十节以来 读了多少众生呢 这些阿罗汉 非是算数之所能知 诸菩萨众一复如是 就是文 慎重功德 阿弥陀佛有无量 慎重弟子 那么这些弟子 都是什么众生呢 极乐国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批八智 其中多有一身补处 其数甚多 非是算数之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 阿尘其数 就听闻第三方面的内容 就是慎重无量 皆是不退转的大菩萨 叫阿批八智 也都是一身补处的 大菩萨 最定成佛 所以佛说啊 众生啊 你听闻到 极乐世界 有这样多的慎重 而且各个都是不退转 各个都是一身补处 各个都决定成佛 快速成佛 你应该怎么样呢 应当发愿 怨圣彼国 所以这个闻就三重内容 闻国土 涅槃界 清净庄严 应当发愿怨圣彼国 闻主佛 光束无量 灵号度身 应当发愿怨圣彼国 闻圣众 无量无边 不退 成佛 应当发愿怨圣彼国 下面说呢 应当发愿 愿圣彼国 这个应当两个字啊 是非常的恳切 佛共说话 没有命令式 就是商量式 是委婉 恳切 劝导的意思 应 应当就是应该 理当 这样做呢 就是应当 如果不这样呢 就是不应该的 这个应呢 也是答应的应 当呢 也是恰当的当 所以这个应啊 它有几个含义 就是说答应 接受 应成 当呢 就是恰当 顺和 适当 如果说我们发愿怨圣彼国 佛说 嗯 这个好 这是应该的 这是恰当 这是适合的 如果你不发愿怨圣彼国 佛说 这个不应当 这个不应该 这个不恰当 前面是文嘛 文呢 你要答应啊 所以如果我们发愿怨圣彼国了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是应了释迦牟尼佛 啊 应当 那我们也可以说呢 是 应了阿弥陀佛 他的呼唤 佛说呢 预送我国 我们说怨圣彼国 所以这个也叫做感应 佛感我应 这个感应呢 一般我们 有的人喜欢说感应道教 这个 啊 确实有这个道理 不过感应有两重 第一重就是佛感我应 第二重是我感佛应 什么叫佛感我应呢 佛来感动你 感就是感染 感动感化 佛 他来感动我们 他用他的本愿 以他的慈悲来感动我们 我们凭什么感动佛啊 如果再推得早 我们也感动佛了 我们就是靠罪也感动 佛一看 佛慈悲啊 哎呀 笑翻腹太苦了呀 对吧 说哎呀 你太苦了 这种大 这个苦 这种佛的慈悲 众生的苦恼 就感 这就像谈情弦一样 佛的慈悲心是个情弦 众生的这个苦 你的三苦 五苦 八苦 就谈动了这个情弦 佛就要发愿了救度你 所以当初众生的苦 感动了法藏菩萨 他就发了四十八愿 那么法藏菩萨 发了四十八愿 成了六子名号 有一把这个天 我们说这个天古自明 像一把天秦 没有人的这个琵琶 没有人弹 他自动用无量光 发射出他的声波 向十方法界 来感动我们众生的心 来感动你 我们在五欲当中 沉默在五欲 整天在这个三界里边 投出投没 不求出离 那么佛用六子名号来感应我们 感动我们 来感 南无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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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终于把你感动了 你跑到庙里来 皈依啊 磕头啊 求平安啊 慢慢求往生啊 这是把你赶来的 你赶来了 你念佛了 你念佛 佛感动我们比较难啊 最少十个大节了吧 是不是啊 阿弥陀成佛十节了 十个大节把你赶来了 我们现在跑来 如果我们 我们 我们感动佛 有人说阿弥陀 我都念了你 一天念三万生 你又没被感动啊 又没被感应啊 你还没来啊 好像我们念了三十年说 哎呀 三十年才敢来 不是的 是你当下念佛 应念现前 众生愿见佛者 佛即应念 现在其前 当下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佛就在我们头顶放光 加持我们 当下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佛就在我们手头上放光 放大光明 当下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佛就在我们心中 现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所以佛这么灵光 哪里像我们凡夫一样 说一天念几万遍 没见你身影 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临终的时候 是佛现前了 但并不是那个时候才现前 是因为我们的眼镯昏花 现在看不着 现在看着 可能不为 可能不是那么 不要追求看着 也不要追求听着 临终现前 那个是正当的境界 所以从这个印字呢 就说这些 那么佛为什么说 怨生彼国是应当呢 因为这个 弃力弃机 弃力 佛所说的大乘圣圣教理 那不用说 佛所讲的 阿弥陀经 是了义中之了义教 圆顿中之圆顿法 是无上 书胜大乘 所以 一佛乘教法 我们上海大书就说呢 顿教一乘海 气礼 了义之教 我们上海大书就说呢 上海之极致 不退之风行 这当然就是 气礼 那么 虽然气礼 还有一个气机 对我们这样 那五浊世众生 你应当发愿怨生彼国 你发愿怨生彼国 这就是应当的 为什么 气贺你的根基 是一行道 安乐门 殊胜的法门 又气贺根基 所以佛才说 哎呀 五浊世众生啊 我为你特别选择 特别推荐 这个法门 你怨生彼国 这个呢 是应当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呢 不愿生彼国 那佛说 这个不应当 比如说有的人 他听了讲 无动于衷 他不求出离 不求出三界 不愿生净土 这个应当吗 这个不应当 有的人呢 只求人天福报 求人这个 身体平安啊 然后儿女好啊 子松好啊 说极乐世界嘛 就上你们去吧 我留在这里 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个不应该 还有的人呢 说大话 说我在苏卜世界 生生世世 发菩提心 度众生 我在这里成佛 过不到极乐世界 这个应该吗 这个对无神凡人的菩萨 那么释迦牟尼佛说 那可以的 对我们这样 这样的凡夫 那就不应当了 你应当什么呢 你应当发愿怨神毕国 就好像我们到北京去 我们就跟你说 如果你也不会开车 那我说你应当坐高铁 我就讲对了吧 那如果你会开车 那我就不讲了 你会开自己有好车想开 那就不讲了 那如果你是 又不会开车又老 双腿关节炎 那更不用说 我说你应当坐高铁 或者说你应当坐飞机 免票的 你说我非要走去 那就不应当 为什么 你说我妈呀 你说我妈呀 这么大年纪 在路上走 你这个 这么远的道 天这么冷 那不应当 是不是 或者说 你又说我儿啊 你在三五岁 这么远的路 天这么冷 你这出去没几步 离开我的手掌心 就被人拐了 骗了 你不应该这样走 你这样走有危险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带着你 专门坐飞机 我就给你宝宋 送到北京去 这就应当了 为什么 你走路很风险 很危险的 你到不了了 要么就饿死 要么就冻死 要么就给骗了 要么就拐了 要么就摔了河里 掉了烟死 这怎么能行啊 你还小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看我们这个 这么幼弱的 愚痴的 这样的凡夫 还想听佛声音 结果搞到 最后入魔了 佛说 你不应当搞那些 你应当了 应当发愿怨身彼国 你正念之来 我能忽辱 众不未堕于随火之难 你这么多的烦恼 贪生烦恼 你要学那个法门 别的法门 不是你能学的 所以你应当发愿怨身彼国 这应当 所以有的人说 建设人间佛教 建设人间净土 再来 深深深深深深不求往生 这个是跟释迦牟尼佛 唱反调 这个不应该 如果那样的话 如果 我们都能够建人间净土了 释迦牟尼佛 他为什么不建人间净土呢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千二百五十位 常随众 都是大阿罗汉 现在有几个大阿罗汉 然后有文书 实力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这些诸大菩萨来 那个时候有那么多大菩萨 那么多大阿罗汉 共同建个人间净土不好吗 释迦牟尼佛 你何必要劝大家 应当发愿怨身彼国呀 所以大家读经文 那都忘记了 要联合 结合起来想 那都是妄想 妄想 因为这个世界 是众生的恶业所感 浊染的世界 连释迦牟尼佛 带领这么多诸大菩萨 和诸大阿罗汉 释迦牟尼佛 一看 不行不行 这个叫做排污工程 还有这个叫做进化工程 工程太难了 这娑婆世界五周 是我们进化不了 我们走吧 释迦牟尼佛 带领诸大菩萨 都要去了 结果我们的小凡夫 出来一抬头一看 说啊 现在我们搞进化工程 把这五大河流 五个浊染的河流 结桌 建桌 烦恼桌 众生桌 命桌 五大河流 说把他进化了 什么时候能进化了啊 你本身还是个染虫呢 释迦牟尼佛那么亲近了 所以大家要以经文为标准 凡是讲这些话的 都是跟释迦牟尼佛 教诫不符合的 不要被他美妙的言辞 说这叫外道向善乱菩萨法 这个就是搞得不正确 这是不弃理 那么还有人呢 求开悟 或者学命 求提升成就 参常悟道 等等这一切 这个都不应该 都不应当 当然对于上根立志的人 对于大菩萨的根基的人 我们另当别论 对我们五座事 普通凡夫 罪业生死凡夫 那不应当 所以不要搞这些玄妙奇特 为什么这样 就不老实 所以要应当发愿 愿神彼国 另外还有人问 说师父啊 我原来呀 学的密宗 现在我想学净土了 但是呢 我听 听这么说 说学了密宗的法 你不能够改 你改了叫做舍法罪 你得罪了上师 这要下金刚地狱的 他跟我说 这个算不算 这怎么叫舍法罪呢 这完全不算舍法罪 这个叫有罪吗 这有功德 这不叫舍法 这是德法 所以舍法 就是舍教法 舍政法 就是说 你舍弃了 你放弃了 你不再信仰了 比如说放弃三规 我既不学 既不信仰佛法 也不再修佛法 这呢 就是得舍法罪 那么你现在 你原来学这个法门 不能让你精神安心 你原来不敢学密学禅 你自己的根基不恰当 不能安心 现在呢 我找一个 适合我的法门 我信仰没改变 这怎么叫舍法罪呢 这个人呢 就是人这么 平常的工作啊 平常他就很聪明 一学法就变糊涂了 到底是佛法 把你搞糊涂了 还是你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 就像吃饭一样 你吃了这个饭 杠牙 满嘴沙 不能把吐掉吗 说吐掉了 舍法罪 一定要吃这个杠牙的饭啊 你吃了杠牙 或者吃了凉 或者吃了酸 不适合你的胃口 那么你不要把它吐掉吗 你不应该 改一口软饭吃吗 这个是好营养 你吃下去 人家消化量 你消化不了 你非要吃啊 同样是好法 善法 人家就开悟 你就开不了悟 人家学得利益 你得不了利益 那你改一个 为了吃饱肚子 改一碗饭 不行吗 那么给你饭的人 说你有罪啊 你怎么就有罪了呢 我就搞不懂 各位大德 我请你们告诉我 这个有罪吗 像开车一样 我们说开车到目的地去 然后开开 结果开了个死胡同了 或者我自己开了 不知道方向 转不出来了 这个路 或者这个路很难走 我一下过不去了 那么换一条 旁边说 有一条平坦的 那么很安全的直道 说从这个道 我转不过去 换这个道 就有罪 有罪吗 你目标是一样的 我那个调不通 我这个车 马力不足 开不上去 我从这个道绕一下 这个平路开过去 这个怎么就有罪了呢 你学密法 你学禅宗 你爬不上 你那个小车 马力不够 你个南行道 你过不了 跟隆鼠菩萨说 这个是平道 异行道 你改过了净土法门 你念阿弥陀 愿生净土 这怎么就有罪了呢 这哪家上师告诉你的 绝对不会有上师 这样跟你说 所以这些呢 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都不明白 这完全没有 罪就有功德 因为我们学佛的目标 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愿成佛的志愿 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 南行道 跟异行道的选择 我那条道 暂时 我没有能力修 我暂时放一放 我到极乐世界 一切万法 我都能圆满 圆修圆正 就近成佛 你成了佛 一切法自然得到 你没有成佛 在这个世界 你再不舍法 也要舍法 为什么 一转过来 你跑到地狱去了 你不舍到法了吗 你三个道轮回去了 你下一辈子 你说不定学外道 说不定你还诽谤佛法了呢 不如是这一辈子 就是说你这一辈子 必然到净土 你才能决定不舍法 不然 在无穷尽的轮软当中 你肯定是要舍的 所以我们各位啊 一定不要被文字 不要被这个简单的语言 所障碍 再打个比喻 比如说 有人讲了 有的人 很多人就来经常问 说师父啊 我曾经发了愿的 我在佛前发过愿的 我金刚经要送一千遍 现在我只送了 这个八百遍 还差两百遍 如果我改了 这算不算是 对佛打了妄语啊 佛说应当发愿 愿神比国 没有叫你发愿送一千遍 金刚经啊 你发的那个愿 那个愿固然也很好 送金刚经 但是呢 如果听了佛这个劝导 不算 不算你违背誓愿 不算你打妄语 为什么呢 就好像说 你跟妈妈说 我要赚一百万 现在赚了一千万 说不能赚 我跟妈妈讲 只能赚一百万 这九百万不能赚 给他丢掉 你说了赚一百万 赚一千万 这叫骗了妈妈了吗 对不对 你修法了吗 你说念金刚经一千遍 现在说念阿弥陀一遍 就抵一万遍金刚经 那你念阿弥陀一天 念三万遍 这个释迦牟尼佛会摇头吗 这个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所有一切经咒论 这一切功德法门的利益 都在这句名号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念 那妈弥陀愿神净土 所有这些法治要大众吃法 比如说 这个一块黄金 放这里 现在画面一个魔力宝珠 那什么不都在魔力宝珠里边吗 这魔力宝珠 黄金 白银 钻石 什么都在当中 所以这个并不是蛇 而是得了 得了更丰富 圆满 彻底 好了 上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 阿弥陀 阿弥陀